我接任副总统之后 第三次正式出访 也是疫情过后第一次出访 明明疫情解封后就陈率团到帛琉 副总统赖琴德将启程出访 我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巴拉圭 会跟理念相同的国家代表团做会晤 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 7天6夜再度展开铁人行程 赖琴德也要完成总统交付的两大任务 尽管赖琴德不是首度担任总统特使 不过这一次他却是首度搭乘民航机出访 另外看到在飞机上面 过往像在电视的荧幕上面 都会有欢迎的相关资料 不过这一次就跟一般的民航机一样 没什么不同 因为这一次是搭乘民航机 登机前一般旅客身上几乎都被贴 黄色贴纸方便便室 要去参加派琴德的就职典礼 赖琴德也不忘带上伴手礼 这个是自行车太阳能表 让他骑得快乐又骑得健康 售除开箱影片 还有自己的必带小物 只是就在赖琴德出访的启程日 共军就在同天一连展开三天的环台军演 国防部也给予民众冷静 在副总统出访期间 国军持续的执行整个战备整备的任务 目前基本上台海所有的战备状况是正常的 因为赖琴德不是三军统帅 因此这趟不会有战机伴飞 不过在登机前还是有抗议团体集结在机场外 举标与旗帜 激动怒喊 赖琴德此行访问巴拉圭 过境美国的规格 美中角力 TVBS新闻董佑俊 李国正冲婉容年轩 台北桃园 参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